时序即将进入夏季的用电高峰 为了鼓励民众在今年夏天一起节电抗涨 北市府与17家的特约商举办台北节能季活动 凡是民众在六七月间到特约门市购买节能产品 并且上网登陆发票号码 就有机会抽中总价值30万元的各项大奖 为了立抗下月电价不断飞涨 并且协助民众节省荷包 产业发展局与17家特约商举办了台北节能季活动 凡是民众在六七月间到300多间的特约门市 选购有节能标章以及能源效率标示1到2级的家电产品 就可上网登陆发票参加抽奖 大家买到了之后上网到我们的活动官网上去登陆一下 那就可以抽奖 那这次也非常谢谢中友捐了30万 那更重要的是能源局50万 那让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奖品让大家来来这个抽奖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17家的合作特约商今年也推出了多款的节能家电产品 例如有利用智能温控的省电精英风扇以及LED灯具都可以替自己省下不少的荷包 LED的设计就是会比我们传统灯泡来讲省电80% 寿命来讲都可以达到将近三四万小时以上 所以这跟传统灯泡比起来是非常省电效率很高的一个节能产品 所谓的试算的过程里面这个价差1000块左右 只要你一个夏天你使用DC扇其实你的成本就回来了 那另外第二就是说我们针对DC扇的部分 它提供更长的保固然后更省电更环保 那除此之外还有静音的效果在 产发局表示民众在六七月间购买节能产品 就可凭发表不限金额上网登陆参加抽奖 另外如果消费满5000元以上 还可加码抽洗衣机变频电冰箱以及3C产品等奖品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